哈囉大家好,我是Yu 今天來介紹一個 新手早期就能輕鬆賺大量盧恩 也就是經驗值跟錢的方法 保證讓你快速升級發大財 首先前提條件是你必須要拿到靈馬 靈馬在遊戲進行一小段之後 就會在N次點自動發聲 推薦可以在愛雷教堂附近探索一下 再回到N次點休息幾次就會拿到了 拿到馬之後前往東邊的蓋麗德地區 前往東北移動到腐敗旁路台 再往南邊走就能找到 蓋爾要塞北方這個N次點 路上雖然有不少危險 但都可以用馬硬闖過去 可以順便點開沿路的N次點 方便之後的探索 按手把的B或是鍵盤的空白鍵 可以讓馬衝刺躲過大部分的危險 到了蓋爾要塞北方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往正前方來到這邊 站到樹幹上開始欣賞人狗大戰 然後你可以發現 經驗值開始跑進來了 這裡不一定誰輸誰贏 通常是人類方贏 不過有時是狗狗贏 但不管誰贏 死掉的那邊經驗值都會自動飛來 那麽這場狗狗輸了 先放置 再來往右邊跑 會有一頭白狗 跟兩頭黑狗 跑到牠們之間讓狗叫一下 接著快速右轉 往要塞的方向跑 可以看到很明顯的綠色大頭 那個是人類的火戰車 不要靠近牠 往旁邊跑過去 從岩壁的左邊跑過去 一直跑到這邊 兩段跳可以跳上去 跳上去時 可能會有人射你 別擔心 他們很快就沒空理你了 旁邊的棚子 我有個士兵在休息 可以幹掉牠 或是不要驚動牠 個人是先幹掉牠 以免節外生枝 然後你可以欣賞三大狗vs士兵群 你可以光看著等狗狗或士兵哪邊獲勝 也可以起碼下去搗亂 打不動的話 反正只要站在懸崖上 多辦沒你的事 看右下角 經驗開始不斷進場囉 但要小心狗狗繞右邊過來打你 最好多注意狗狗的動向 打不動 等打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有投火之類的遠程攻擊 可以消滅掉殘血的勝利方 也可以起碼下去減戰利品 有各式士兵裝備 從武器到防具一應俱全 弩箭之類的拿不完 連重弩都直接掉給你 甚至還會掉鍛造石 真是有吃又有拿 不過要小心火戰車 可能會燒到直接升天 鬧得太大 藥塞那邊也可能轟大招過來 跑力現場可以回去赤福休息 就可以再來新一輪 不過 雅如一開始的車隊是人類贏的話 而且你有遠程攻擊手段的話 可以照影片騎馬過去 到這個位置 射一下上頭的烏鴉 烏鴉會跑來追你 小心一點影 不要跑太快 也不要被踢到了 把烏鴉拉去車隊 繞過人群 讓烏鴉撞上去 烏鴉vs人就開打了 另外的通常是人類贏 等烏鴉掛掉 就可以再去拉下一隻 再來第二回合大戰 這兩隻烏鴉經驗值超多 不拉可惜 是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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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肯打完之後 夥伴人類方也都殘血 可以用火系魔法補刀 你就成為最終勝利者了 地上如果有什麼就盡量減吧 然後就可以跑回去 做一下N4點 敵人又會重生 又可以再看一輪新的人狗大戰 這裡要注意的是 等級越高 能拿的經驗值越少 我32級狗狗還有1100左右的經驗值 升到36級狗狗經驗值突然掉到313 因此獲取的經驗值 應該與你的等級差有關 你可以先把經驗值都存下來 達到目標等級再一口氣升上去 由於這裡很空曠 就算真的死掉了 要撿回經驗值也不是難事 但要注意 離開這裡之前 務必把該升的都升好了 以免存了幾十萬經驗 在哪裡又突然被殺了 又撿不回來一次掉光 那就真的沒救了 另外這邊還能得到一個 戰灰紅獅子火焰 不但能讓武器普攻帶有火屬性攻擊 戰技還強制敵人硬直 非常有用 不過FP號的比較兇 要注意一下 大家也來嘗試看看吧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麼覺得這個影片很有用 想看更多類似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喔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待會